过去10年,香港经济稳步增长,政府统计处的资料显示,本地生产总值由2002年约13000亿,上升至2012年超过2万亿港元,但根据社团的调查,同期本港的贫穷人口仍然超过100万人,直至2012年上半年的贫穷人口更加升至119万人,反映基层市民未能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。 扶贫除了政府的责任之外,也需要民间的配合,例如现时不少私营的公司会和非政府机构合作,回应贫穷和其他社会问题,商界扶贫的方案也催多元化。 社团建议,透过官商民三方协助,有效回应贫穷和各种社会问题,好像是商界可以和非政府机构合作,为约细社群提供就业,又或者是培训机会,让他们掌握谋身技能。 商界扶贫其实不是一项慈善工作,也不是只是捐书,扶贫工作,扶贫、减贫、防贫。 商界是放在这个扶贫箱里面,能够脱贫,最重要是两个东西,读书和做事,就业机会。 打一份工,够钱去养家,是解决贫穷的一个很重要。 譬如说是帮一些难就业的弱制社群就业,譬如好像大家下去,有一个目标,在他员工里面,百分之五是残制定次,项目,编维,制度,编维,一些营商的策略。